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西西里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Yo對上Jordan 兩位都是職業選手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 所以一台時代會有一個軍營跟兵工廠 還有大量的村民 那時代是從封建時代開始 跳過黑暗時代 這把地圖算是蠻固定的 就是它的路呢都是會在後面這邊 那你就可以一直一路吃路 然後中途可以挖黃金跟挖石頭 所以這個地圖基本上你要看的地方是你的 家裡初期的一個地形位置 那這個地方這個斜坡是不能蓋石牆的 所以你要圍的話也只能這樣子圍 圍到底圍一個圓圈的形狀 這也算是相對好的 但是由於帝國戰爭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的問題 大部分人都一開始先出馬 然後先做燒了 然後後面斬弓箭 然後但是Jordan這邊是選擇不出馬 而是先直接下射箭場然後出小弓 那這樣就會變成比較小小被動的樣子 就是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一開始就會被對方落馬開始弄 哇 這邊直接倒了 翊村這個是有織布嗎 欸有織布 然後血量40滴 哇 哇一開場 Jordan就直接被殺掉一村啊 小灰小灰 哇 無關是直接選手 哇 才剛開局3分鐘就直接開扁了 好 那這邊收掉射箭場兵之後 那肉馬有再繼續出 那目前沒有點下伐木1 而是點下伐木 呃 呃 點下這個更重1喔 而不是伐木 這蠻特別的 因為這台來說都是會先點伐木的 好 那剛講完就點下伐木了 因為伐木是很重要的 這個伐木技術是必點技術 好 那這邊還點下瞭望技術 欸 這邊捨棄 喔 因為這邊卡人口啦 他卡人口然後點這個瞭望技術 也是可以 剛剛看到了 稍微卡了一下 這個房子還沒有蓋好 好 那這邊目前 Jordan想要找一個突破口打 那如果封劍打小弓的好處就是 雖然沒辦法像打馬一樣 可以看到是到敵人家 但弓的威力是很強的 小弓可以算是這遊戲裡面 封劍時代最強的單位了 因為他是跟 裝甲布谷一樣 是封劍時代唯一吃 黃金的冰種 所以他的威設力會更強大一點 好 來看一下這邊 要不要直接打個東進去呢 還是要去繞呢 時候在前面探路 好 探到大量的肉馬過來了 就等把自己的肉馬往後拉 但並沒有想要往前追 刺猴往後拉 把所有的兵全部都往後了嗎 好 看起來覺得 對手的肉馬的量 有點不妙 好 趕快退 趕快退 那家裡有再繼續出兵嗎 哎唷 只出了兩隻小弓 完蛋 難怪他會怕 是我我也會怕 哎呀 這裡 應該又也不會硬上 要上也是等這個品種好了 都才上 然後又打得非常沉穩 好 那又這邊是選擇打 點下了異防之後 再點下品種 那這個血量就會非常多 血量會變成65滴的肉馬 那順帶一提這個品種 點下去的話 血量是會比法蘭克的肉馬的血量還要多的 所以這算一個小小的細節 誒 這邊要直接包抄了 誒 剛好包到回家的路上 誒 那長槍兵 居然在中間沒動 哎呀 長槍兵跟弓箭手直接 散開來了 導致這邊弓箭被擺給了 好 那家裡這邊有刺手來探查 但是被長槍兵給戳掉了 家裡趕快圍起來 好 這邊打了看 應該是打不到東西 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邊圍 這邊圍 這邊再圍 這邊再圍 好 這邊再繞 基本上應該是打不太進去了 直接選手來說 防禦應該是蠻到位的 我他可能會打出一個後利血出來 好 兩邊都上了 沒有 西西里已經上了城堡時代 Jordan上了城堡時代 但是這邊西西里 又才剛點下城堡 因為點了品種 又點了這個馬卡地鼠 然後肉馬又出到這麼多隻 這十隻馬就有八百肉了 就可以點城堡時代這個肉了 但現在這個肉馬已經沒什麼效果 因為對方又這邊已經點出了 肉馬 不是肉馬 這個駱駝 那印度斯坦駱駝是這遊戲裡面駱駝最強的一個文明 然後攻速極快 然後還可以升到帝王駱駝 各個數值來說都是非常強的 欸 欸 這邊是怎樣 呵 又直接在家裡下面這邊蓋個塔樓 喔 城樓 趕快圍房子跟石牆 然後阻止對手這邊進攻 所以這邊趕快在修理 但這邊還是不敵大量的村民直接過來硬拆喔 應該是拆得掉 但這邊確實拖到很多村民的時間喔 又這邊已經鑽爛了 哇 大量的村民直接淹了進來 哇 這邊很多 可以很多落脫 哎呀 很多很多 但是又肉馬再找一個地方想要來打一個突破口 哇 這裡還有很多長王兵 這裡是又的 好 那這邊 城樓被打爆之後 村民全速死亡 目前村民速差距是41吋 打55吋 哇 又這邊落後了14吋啊 然後目前 究竟是3TC開局 那又的話是一個 剛上城堡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TC已經輸了很多了 而且這邊木頭調配好像有點問題喔 木頭量有點少 喔 因為這邊蓋TC了 不好意思 3TC 好 那3TC 存夠木頭蓋下去之後那就沒問題了 那這邊木頭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因為上城堡初期 這個木頭已經是要留很多了 然後來準備開TC用 就算不開TC 也要留起來給弩賓 蓋大雪 升級用 要那個彈道雪 這邊木頭在封建時代 最好是有存點是比較好 好 那這邊肉馬又抓到幾個東西 駱駝想過來救 那正面有長槍兵 因為有長槍兵的關係 目前Jordan的駱駝也不太敢 到處亂跑 因為很有可能就會被抓個正早 好 那這邊勝率想要摔解影機 但是用已經有預感到了嗎 但是大量駱駝過來應該是能撿得到 這邊應該是給他了 好 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是現在目前開弄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擋 好 肉馬過來 踢這邊 砍一鍋村民 好 路過了 好 那這邊有大量的駱駝 正面過來 驗了過來 有幾隻駱駝想在下面找有沒有 挖野精的村民 但是目前沒有挖野精的 都是有TC在附近的村民而已 好 那這邊送個村 兩邊應該都不會太打起來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繼續加速 好 孫女 又一開始撿一鍵 那這邊就能造了一隻頭車 欸 這邊孫女在前線也在開始著想 好 正面開打嗎 但這邊開打的話 有長槍兵 正在這裡有奴兵 在射長槍兵 但是有頭車 頭車直接打這個 奴兵很痛 唉呀 這一波是不是有點傷 唉唷 這個頭車 頭車 砸 欸 沒有砸沒有砸 好 那這邊 長槍兵直接來硬砸這個 硬拆這個頭車 頭車直接沒有目標 要來砸對方的工兵嗎 再來砸一下 臨死之前回頭砸一下 唉唷 哎呀 砸到了 這砸得不錯 好 那本來 Jordan想要前線蓋堡 結果正面打樹的關係 這邊死了蠻多的村民 現在村民樹有點被拉近了 唉唷 被反超了耶 哇 又有七七村 對上Jordan七十六村 村民樹突然 瞬間風向不太對了 好 右邊這邊 反而是右 偷偷插了一個城堡在右手邊 正面進攻的同時 然後在右邊也插了一座城堡 然後阻擋右的一個 進攻跟採集資源的一個 選擇走向 好 這邊蓋房子 結果村民兩隻都死了 欸 這個城堡架子連城啊 哇 又燒到一村 好虧好虧 好 但是Jordan也不甘失落 你插我吧 那我也來插你跟寶 把大亨寶一起吃 而且這邊CC裡的優勢 有點展現出來囉 這個城樓 蓋這個中間 非常方便 而且血量很多 1500滴 好 那這名在亞洲堡 想來控制這塊金礦 那後面有城樓 還有森女 長槍兵 這個駱駝可能會有點困擾 哇 現在蓋寶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趕快低調 對 你來不及了 哇 就這裡慢了半拍 看到的時候已經要蓋起來了 好 但是左邊這邊也在蓋 OK 那這邊城堡蓋起來 這塊金有可能可以挖 好 那看起來這邊應該就是 欸 這邊要出古拉姆嗎 欸 出古拉姆開始打架 好像也可以唷 那 順便講一下之後的改版 聽說古拉姆之後 血量會再下調 55滴血 現在是65滴 我是覺得古拉姆好像不太標條 但我覺得 印度斯坦實在太全能了 實在太強了 對方出馬你就出駱駝 然後對方出弓兵你就出古拉姆 然後對面出布兵的話你就出火槍 然後火槍還有二級射 再加兩射程 他的金冠 所以這個印度斯坦 覺得這個削弱好像挺合理的 但是覺得是找古拉姆來開刀 我覺得蠻意外的 然後那這邊肉麻來抓到這邊 挖石頭的野石的村民 那目前兩邊 都在做一個開農 想要進攻 這個頭車想要頭 結果被後面城堡射得掉 然後那後面這邊 目前想要再來騷擾 但是沒有找到可以打 這邊又手速非常快 把這裡直接圍死 那這邊挖進村民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工兵 工兵過來的話 這邊的村民還是會被收掉的 好普拉姆直接正面收掉 對方長槍兵 但是沒什麼太大必要 這要直接來收老頭嗎 直接硬點 但是血量太少 哇直接被奶了回來 好這個洞要被打爆了 那這邊就要長驅直路了 好工兵過來 開始射這邊的歪礦村民 這邊這個房子 準備要被打破了 欸打出一個洞來 那這邊駱駝進去開始殺了 那反觀另外一邊 Jordan這邊也是打了一個洞進去 但是右邊沒有進攻 好這邊反而是大量古拉姆直接長驅直路 好那鴛右這邊點了帝龍時代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兵可以防守 這邊村民術已經非常落後了 村民術是82吋打106吋 又目前稍微落後 但是問題不大 他已經上帝龍時代了 那這邊正面開出這個巨型偷子機 正面進攻來說 還是又比較有個優勢在了 雖然家裡已經有點BBQ的一個狀況 但是開始點下了三級步兵板甲了 那這個板甲一點下 那這個城樓 西西嶺就可以爆出大量的 戰狼台了 然後那騎士直接開砍 那這邊砍沒有抓到 沒有發現這裡有騎士在打村民 哇殺村數非常非常快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好正面看起來有幾隻古拉姆 在追趕著西西嶺的寶兵 所以想來防守一下正面 這個薩金特衛隊 防禦非常高 3加3加3加4喔 近防6 遠防7的一個能力 好那古拉姆還在無情的在繼續騷擾 但是有點打太贏這個 薩金特衛隊喔 薩金特衛隊打這個古拉姆效果也是蠻好的 連光體質來說 連光體質來說就比 古拉姆好一點 他的防禦力 近防比較高 但古拉姆的缺點就是連防喔 他的預設是連防 所以他導致他這邊 就算把防禦升滿喔 防禦力還是有點低啊 古拉姆是沒有三級板甲的 這個練甲 三級板甲是沒有的 所以古拉姆的防禦力 就是遠防霧 那這邊近戰打起來的話就會特別劣勢喔 雖然他跑的比薩金特衛會快一點 但終究沒有在空的時候 還是會被反推喔 這個薩金特衛隊打正面實在太強了 好 那正面 順利要解掉對方的城堡了嗎 但是 Jordan不甘示弱 燒了幾台相衝 還有大量古拉姆直接解掉了巨型頭司機 那順利的保住在這個城堡 但是因為 魷魚出了太多這個 戰象的關係 這個工程戰象 所以導致自己的肉量太少了 沒有肉可以直接點帝王 現在目前是一個 右帝王時代打印度斯坦Jordan 城堡時代的一個局面 但是Jordan這邊不甘失落 覺得還是要繼續抽你家 繼續把你家的村民給衝爆 當然家裡有城堡跟塔樓 這個城樓 但是沒有辦法阻擋Jordan進攻 因為這個古拉姆 防禦率非常的不錯 3加2 但是近戰打起來就會有點慘喔 因為這個古拉姆 打這個西西里 你看這個血量 基本上西西里的寶兵 沒什麼在摳啊 摳得非常慢啊 今天打一滴古拉姆只有3滴而已喔 好那這邊 直接一個長驅直路 又直接拉了大量的聰明 直接到後面插一座城堡 但是Jordan發現的時候 有點來不太及 竹子 這個城堡依舊也被蓋了起來 哇賽 Jordan這邊 存屍會非常非常的慘重 能不能守住這一波呢 好 那目前Jordan 問題回到他身上了 不能再繼續進攻了吧 還是要繼續騷擾呢 但是家裡好很多 薩金特衛隊在家裡防守 這邊古拉姆再繼續往他家裡衝的話 可能會一直擺給而已 而且家裡的內套還沒有解決 是不是該點一下地龍時代了 好 那這邊的城堡 順利用 橡蔥給解決掉了 那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是問題又回到了後方 後方有一座城堡 鎖住了大量村民採集資源的地方 有點危險喔 這個可以射到這個TC 這個TC雖然射不到 但是 這邊 也都射得到 這片田野也沒了 而且很危險喔 因為有個城堡在這裡的關係 所以這邊巨頭一出來 想參亞就參亞 還可以照這個薩金特衛隊 直接在後面做一個騷擾的動作 這個城堡不解決 到哪來都是個問題 好 那目前Jodan大量的村民從右邊跑到左邊 想要來到左邊做發展 但是 右邊這塊區域還是要想辦法 建議上帝龍時代再來解決嗎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因為這裡目前開起來沒有什麼戰果可以看 好 那右邊城堡 右邊TC被巨型頭屎機給拆掉之後 左邊這個城堡也被巨型頭屎機 正在拆 但是 古拉姆出來想要阻止 應該不可能 應該是要燒的而已 這個城堡應該燒掉了 休不回來 倒地 城堡垮了 好 那左邊有一些在吃野味的村民 好 這邊吃肉很香啊 這個肉我覺得可以吃是蠻棒的 這個肉或許吃路是蠻快的 好 那這個TC掉了之後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庇護 只能找一些地方逃跑 那這邊印度斯坦駱駝繼續再砍 村民但是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要砍滿都下這個村民才會躺 好 那大部分地圖看起來是被右掌控的一些 那左半邊的話 覺得是Jordan掌握了地圖 好 那這邊 Jordan點下了二級耕田 突然意識到自己肉量不夠多 可能是沒有耕田技術的關係 好 那左邊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跟TC都掉了 那這邊村民也是 沒有地方可以 好 很多的薩金特衛隊直接開砍 收掉了大量的村民 目前村民數是86村 對上105村 Jordan還是有點村民的優勢 但是 右這邊抓村民的效率也是非常好 挖野精挖石頭都全部被他抓到啦 哎呀 就等這邊有點慘啦 帝王時代還沒有上 但是這邊 相衝 再直接硬解 好 並沒有先上帝王時代才來解 而是有再做一個 處置 這邊長大象 然後駱駝直接硬上跟古拉姆 直接硬解到這邊薩金特衛隊 好 正面大量的駱駝又再過來 原駱駝 印度斯坦 出實在太優勢了 這攻速非常非常快 雖然印度斯坦的駱駝 本來就不太適合打步兵 打這個薩金特衛隊本來是有點劣勢的 就你們看喔 他攻擊一下是8攻 那打這個薩金特衛隊是 防禦是6 那8攻的情況下 打這個薩金特衛隊只有2B 而且他這邊本身是 禁防是0的 0加2 那薩金特衛隊是8加4 打他一下駱駝是有10滴血的 但是前期是要追得到 好那這邊直接進去擋他的一個路口 但是大量駱駝進來 試用大量駱駝上來硬扛 因為這邊駱駝攻擊速度有加25%的關係 然後正面硬打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哇這邊更多薩金特衛隊堵了起來 這些駱駝要被全吃掉了嗎 有可能 哇 薩金特衛隊直接一個屌康駱駝 哇 這個打的薩金特衛隊 這血量根本沒得掉啊 血量只掉得非常慢 駱駝全速 非爆炸死去 沒救 那薩金特衛隊真的是蠻強的 好大量的 更多的 像衝過來想來拆城堡 但正面這個城堡又補了下來 那這邊 Jordan 這邊補下來一個城堡 看起來這個肉量是要來存了 存上這個帝王死蛋 好大量肉麻繼續再提醒一下內燒了 柚子村民下死下72村 非常非常慘 兩邊的村民宿都沒有很多 因為兩邊都在瘋狂打架 瘋狂抓野 野味 抓野精也死野味喔 多在抓 那這邊 野味吃到一半 然後就來蓋這個城堡中心 要來挖黃金 好那 相衝過來又要來送利波勒 這個薩金特衛隊直接再砍個一個不要不要的 好那 家裡的內患解掉了 看來沒有太大問題 這個村民可以放出來了 但是肉麻依舊還在找一個地方做進攻 哇那這邊又抓到挖石頭的村民 哇 兩邊都瘋狂互抓 上金威特直接來開這個遺跡 哇這個修道院被拆掉 被直接硬拆掉之後的遺跡噴出來 就會對 就能造成一個經濟打擊喔 因為目前這邊金礦挖的人變不多 看要不要再補個村民去挖黃金喔 好 肉麻過來直接要來硬拆這個巨型投資機 穿一個 薩金特衛隊去右邊的空檔 這應該可以抓得掉沒問題 好這個進攻時間相當不錯 好那中午點下了 帝王時代的Jordan 那我們做一個反擊呢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邊還點下了拇指 看一下是要轉攻兵嗎 但轉攻兵打這個薩金特衛隊也是不太好打的喔 好大量薩金特衛隊直接上來硬A 但是有大量肉麻也強來反擊 能反得住嗎 應該是不行的 大金特衛隊的傷害非常高 很難打得住 這個肉麻只能擋一下而已喔 哇這邊直接幹對手的黃金用 你真是太狠了 好在左邊看一下 左邊只在打防止地沒有什麼太大事情 中間只是直接肉麻在小大小弄 但專業這個城堡掉的話就是問題很大了 這邊彈道學三級射手點一下 這邊打算出的是馬攻騎兵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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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嗯我的天 欸這個誰 Jordan打這個馬攻也是真的很有想法 把這個馬攻騎兵 OK 6加3 好那彈道學點一下之後再點個化學 完美了 看這個城堡已經守不住了 那這邊出那個馬攻能來得及救嗎 這個薩金特衛隊 根本在開無雙啊 弱馬過去擋根本擋不住 好舉一射舉一射 好這把距離透子機能順利收掉 那右邊好了一些薩金特衛隊 就等於救沒有辦法處理掉 說馬過去也解不太掉 那到底怎麼辦呢 馬攻要先去救嗎 但這邊的TC不 不休的話就沒了 哎呀 馬攻就又倒了 好馬上補下個魔防 直接在敵人的眼皮下 開始農 好大量的村民在拖延時間 並沒有讓薩金特做到一個非常大量的速度空間 但這邊馬攻射擊速度非常慢 雖然已經有點下拇指環 攻速已經有提升了一個檔次 但是射速來說還是並沒有那麼的優 這個薩金特衛隊依舊還是要打蠻久的 你看看這樣射射 哇血量其實扣得很慢的 因為薩金特的遠防也是比近防還多了一防 所以這個射箭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這邊Jordan打出了聚聚 好來看一下雙方的科技 科技來說的話 耕田技術比較晚點 那是 Jordan這邊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標準的啦 因為這邊上次Boss在點這個耕田技術反正正常 但是又反正是選擇開決先點耕田 然後再來點這個伐木 算是比較特殊一點情況 可能是要打肉麻吧 讓自己的肉比較可以比較長時間運行的關係 所以前期打肉麻先點耕田技術 算是一個小細節喔 對他來說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後面的話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輪軸技術跟 手推車 後面都是點的比較晚一點 右這邊也點的蠻晚的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村民樹一直騎不來 手推車晚點也是情有可原 好那輪軸也是 輪軸這邊是反正是比較早點一點 所以這一段期間就可以讓他展現出更大的一點優勢 讓他比較可以比較早上這個帝王時代 看一下經濟喔 哇經濟是Jordan其實是跨階級全贏了 但是 卻輸了比賽 這有點尷尬喔 我覺得有點那個判斷失誤 我覺得Jordan應該上帝王時代 應該要先出火槍才對了 而且這個火槍 印度三點這個金礦還有多二射程 打這個CC裡的這個薩爾金特衛隊也是相當的有優勢 他居然是出馬功有點出意料之外 如果他出火槍的話基本上全部都能打了 這個金礦量啊死物量啊死物量喔 全部都基本上是能打得贏這個薩爾金特衛隊 出了馬功可能有點不太理智 目前看起來CC裡又這邊的戰術相當成功 城堡推內推 騷擾到相當大的一個經濟資源 但是經濟上還是Jordan這邊好很多 所以這邊Jordan輸我覺得蠻奇怪的 我也覺得應該是會Jordan會贏 但後面出馬功我覺得也不太好說了 因為馬功確實打薩金特衛隊不太打得起來 因為薩金特衛隊的遠防實在太高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